所以那个Martin Luther King 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 他说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不是真意的消失 而是公义的彰性 懂吗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不是真意的消失 而是公义的彰性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不是真意的消失 而是公义的彰性 我们说家和万事 新家虽后不停 不要吵架我们自己人 本来就是要吵架 要有真意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现在香港也是要建构一个和谐社会 大陆也说和谐社会 基本上代表它不和谐 对不对 很简单反过来讲 我真的不需要强调这个和谐 可爱 所以这个 我们必须要了解两种不同的制度 它基本上背后那个意识形态 价值观各方面 很多人拿台湾这种民主政治做一个 负面的一个标签样板 你说搞民主搞得像台湾这样 多难看啊 一位打架 什么什么讲一大堆啊 选举又会选 然后摸黑什么都来了 对不对 民主政治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对吧 它通过法治 慢慢慢慢去做一个调整 到今天 台湾我觉得 尤其是我们跟钟博士去台湾看选举 看到无数次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这个钟博士跟我 然后在台湾看选举 看到很多次了已经 我相信它跟我的印象都一样 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已经慢慢慢慢成熟 这个两党格局已经成了 你想想看 在1986年的9月28号 民进党成立 那个86年是一个什么时空 86年是台湾仍然实施界点 人民不能组织政党 我们叫党禁的是什么 党禁、包禁、戒严、军阀统治 当然没有民主了 对不对 可是1986年9月28号 民主进步党 偷顾成立、违法成立 1987年国民党就宣布解除党禁 86年这个教师节 民主进步党成立以后 那个时候台湾还有一个叫警备总部 实施白身恐怖的 对不对 军阀统治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总统治讲经过 86年 讲经过是1988年的1月23号时的 86年9月28号时 他距离他死的大概一年半 那些人去问他 总统怎么办 这个民进党违法成立 我们要不要抓他 他们是违法的 讲经过的回答是 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环境也在变 民主进步党成立不够一年 将经过宣布解除党籍 然后再来解除戒业 台湾的民主就从八十年代的中期开始起 然后国委逐渐增加这个在台湾选举的兵额 到九十年代初全面开选 然后总统直选 到今天台湾中华民国总统 愚人一票选举产生 台北市市长、新北市市长、高雄市市长、台南市市长 全部都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再来那些县市 就是新竹县、澎湖县、苗栗县 这些县级的单位 县长也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所有县市的议会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在国会、立法院、明年跟总统选举一起选 也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那你说台湾现在这个民主政治 是一个很坏的样板吗? 对不对? 政府的执政是经过人与同意的结果 那你做到不好 下一次选举把你拉下来 民进党成立十四年以后 的公元两千年 陈水平 以相对多数的票数四百多万票 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反对党当总统 国民党被台湾的选民用选票推翻 民进党执政八年 政治不怎么样 陈水平家族贪污 08年 马英九拿七百多万票 大幅度抛逼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现场的三百万票 可是他执政以后这几年 对他的批评很多 然后他形象比较温和 他觉得很匿匿的人 可是他很稳 至少他的政绩是 解决了一个两岸的冷战的一个局面 然后最近这一两年 经济少会好 所以他刚刚开始那两年是很痛苦的 每天都被骂 你看那电视那些评论节目 每一天都被休息的 你知道吗 老百姓要给他一个教训 国民党面临连任的危机 跟民进党的差距拉得很近 这个说明什么各位同学 说明就是 人民才是对这个政权的影响最大 你做得不好 我就教训你 你做得好我不满意 我也要教训你 懂不懂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 日本09年 民主党 把这个一党独大 从战后到09年都是一党独大 在国会里面永远都是多数 永远都是执政党的自民党推翻 取得议会超过半数的议席 组织政府 第一次啊 第一次是第二次 有一次是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自民党垮台 那些小党组织联合政府 那个联合政府只有半年都完了 可是这一次这个民主党不一样 他是大胜人 09、2010、2011年 这两年多以来 换了三个首相 对不对 这个就是选民的压力嘛 你是执政党啊 我都要给你脸色看 所以你就要换手下 来回应这个选民的不满 因为如果再到下一次选举 选民就会出来 到时候我许范子蛮多 对不对 所以民主政治 他的这个地区可能不一样 对不对 内容可能也不一样 他本质是一样的 他是人民的统治 反对的自由 对不对 人民的统治加反对的自由 不能没有反对派 没有反对派 就没有一个制衡的作用 所以有一阵子 特别是上一届的这个 总统选举 这个国民党 这个成为多数总统 七百多万票 然后在国会里面 国民党是占了三分之二的一心 我们就很担心了 国民党就很高兴了 对不对 或者亲国民党的人很高兴 我们这些人都很担心 但是没有这个check and balance 我们不愿意看到民主党这样垮下去 给这个陈水平搞得他垮下去 你希望他起来 他起来 他不垮下去 对国民党是不是有一个很有效的制衡的作用 制衡是一个手段 目的是老百姓的权利 如果你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 这执政党都乱搞了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在议会里面所有的法案 就通过了像我们香港 37个保抗党 23个民主派 现在他说我们不是民主派 只有20个民主派 对不对 长毛跟我跟那个陈伟业 不是民主派 因为他要开除我们 他只有20个民主派 每次投票 一定垮 像我们上个礼拜三 这个礼拜三 在议会里面 有留会经济一个捍卫新闻自由的这个Motion 结果呢 是被干掉了否决 然后出来印象不是很不好 香港立法会否决捍捍卫新闻自由动 有没有人去看 也没有看到大学生出来看 比如说香港这个地方没得救的 有些人说 有些人要劝我 不要搞啦 香港人都没搞他啦 你自己在嘲讯我啦 香港人没得搞的啦 你上网看看那个投票的结果 很好笑 它因为是议员提出的Motion 它是分出投票 功能阻别要过本数通过 分区只选这三十个人 也要过本数 在习的议员当天 我们赞成这个议案的十六个人 连这个功能阻别 有一两个民主派的功能阻别 反对着这个动议的 是这些功能阻别的十三个人 结果被奉决了 十六个赞成 十三个反对 十六个输 十六个输 这种什么制度 对不对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因为它是分出投票 它只要就功能阻别到过本数